Sound on AJ 宅漫漫說 哈囉大家好 我是AJ 歡迎來到宅漫漫說 今天是2021年7月22號 首先要跟大家來聊一下 就是我們的Podcast要從我的YouTube主頻道 搬到我的副頻道的這一件事喔 那我之後也會在主頻道多做一些宣傳啦 例如插在我的一些節目裡面 跟大家稍微講一下這樣子 那其實這樣調整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 其實前面放主頻道 我自己啦 算是有點抱著測試看看這樣的心態 因為其實以前大家都知道 一個演算法的問題就是 例如說你的頻道可能多數是連載 不是連載就是上傳都是短片 例如說10分鐘的片行為主 那你的片行可能是盡量維持這樣子 然後或是你的頻道盡量維持 在做某個固定類型的 然後吸引固定類型的觀眾來看這樣子 那前幾年開始 也陸陸續續的有人把一些 比較長的一些節目 保存在自己的頻道上 例如說可能他可能 節目是10分鐘為主的 但他可能有一次直播兩個小時 但他也就是把他放在他的頻道上這樣子 那就陸陸續續開始有人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也算是 有一點想嘗試看看 就是Podcast一個多小時的節目就直接放在我的主頻道看看 效果如何這樣 那我覺得其實流量我覺得是OK的 其實比我綠席還好一些些 但問題是 他確實會有影響到我自己的 演算法流量 那這個判斷的點 其實並不是因為說 我判斷我下一部10分鐘的正片就 流量變低了 並不是單純就只有這樣而已 而是 從後台數據顯示 就是他可以 看來看的觀眾的分類 例如說你是 男女比例啊 然後年齡比例啊等等的 那其中有一個項目是 未訂閱的觀眾跟已訂閱的觀眾 那其實原本在這個比例上 正常來講是一半一半 那但這一次的芯片 他出了一個問題是他的 未訂閱是7成 然後已訂閱變成3成 那這個其實就我覺得在比例上 就出現一個蠻大的差距 甚至一開始是 8比2 這個結果可能是因為 我長期主要是以 有一些片型主要是已訂閱的觀眾 老觀眾會在看 然後新翻類的可能就是觸及比較 一半一半就是有訂閱沒訂閱都看 那Podcast可能就只有 一部分的老觀眾會想看 然後很多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他的流量 長片流量一定會相對比較低嘛 那這種 我自己頻道的觀眾可能 看的意願並沒有那麼高 因為平常都是10分鐘的片為主 然後這樣長期的 拉扯下來 Youtube就開始自動不推播給一些已訂閱的觀眾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我自己出片的速度 正常出片速度 有時候是兩個禮拜出一片 有時候一個禮拜出一片 但Podcast 我一個禮拜可以出兩片 那就變成說Podcast很容易 一直爆出來 例如說我上次剛好遇到 我這一段時間沒有出片 然後Podcast一直噴噴噴噴噴 那他一瞬間就把我的 Youtube的機制洗下去了 然後就 糟糕 所以我覺得如果 我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就我要把我的Podcast放在我主頻道的話 我就會變得很勤奮的更新我的 原本的影片 就是我可能每一周 要一根或兩根 才能維持住我的演算法 但這樣對我來說好累喔 所以我覺得還是 搬家好了這樣子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實在的做法啦 要我一周兩根或是一周一根 以我這個做六年的經驗下來 我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我相信我自己的怠惰的程度 所以我決定還是 把Podcast移回這個副頻道去做 那其實在其他平台 如果你是在Soundout 或是Spotify Apple Podcast 聽這些其實是沒什麼影響的啦 所以主要是跟 用Youtube聽為主的觀眾 講告知一下這件事 然後順便解釋一下 這個調整這樣子 那其實我平常是不愛 講這些啦 但是 因為之前從副頻道調到主頻道 主頻道調回副頻道 坐過一輪了覺得 好啦 還是跟大家交代一下 我平常 其實我的頻道也算是 經歷過幾次調整 幾次調整這樣子 那 所以我通常都不會跟觀眾解釋 為什麼要這樣調 通常會這樣調都會 有一些背後的原因啦 所以我通常是不愛聊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觀眾大家就是 就跟我上次聊到 就看我看動畫態度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看待 的製作組的態度 就是我們都是觀眾 我們不應該 因為 這個製作群背後的一些 巴巴巴 的一些事情 而去對 他做出來的節目有 別的觀感 所以我覺得 你們就看節目就好了 你們也不用在意 我 為什麼想要這樣調啊 之類的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就不太愛講這些事情 不過這一次 跳一跳去的 所以還是 稍微解釋一下 好啦 這些事情大概就這樣 接下來呢 是我們的湄工商時間 那這次要湄工商的東西呢 是我 夢寐以求 期盼已久的 麥當勞貝狗 嘿嘿嘿 之前我們也 這個湄工商過花椰菜米 我們這些湄工商 麥當勞貝狗 也不是什麼 太大的問題吧 你知道 差不多 在我大一的時候吧 我那時候在賣到大工過 然後 那個時候我是上早班 我也不知道我那時候 怎麼可以這麼猛喔 那時候我每天上 5點的早班 5點 5點半 我真是覺得很瘋 然後就上到12點 然後下班 我那時候的想法 好像是覺得 好像會覺得 12點就下班了 我一天還有很多時間 好像會有這種感覺 超健康的 早上5點就上班 然後那間麥當勞也離我家很近啦 所以 通行也不會太遠 走路就到了 然後 那個時候因為 都是早餐時間休息嘛 我們可能 休息時間會是在 10點半前後 就是準備要轉換成午餐之前 然後早餐也賣得差不多了這樣子 所以我們通常 員工餐吃的都是早餐 然後我最愛點的就是貝狗了 麥當勞的貝狗真的好好吃喔 有一些如果你是在外面便利商店買貝狗 他就太軟 然後 有一些 屌屌的貝狗的店 我覺得他們可能就是因為屌屌的 所以要 弄得有點硬吧 我不知道 我會覺得稍微有點硬 但我覺得賣到的貝狗就是 還不錯 不過偶爾還是 我不知道我覺得有時候 他還是有時候會太硬 然後 但他重點是我覺得他的醬 他乳酪醬真的超級好吃 然後他給了一大罐 超級 超級大罐 所以你兩片貝狗 你可以塗超級厚的乳酪 但你知道我這一次 因為我以前 那時候都大一在吃嘛 然後 我最近又點來吃的時候 發現我自己已經 沒有像以前 敢塗這麼厚的乳酪 有一種 這好像對我的血管有點負擔 所以就塗得比較薄這樣 就薄薄一層腸個味道而已 然後後來 塗完之後 剩下超多的乳酪醬 然後就有一種 哇我以前到底怎麼能把這麼多的乳酪醬吃完的感嘆 切回去剛剛為什麼要講大一 是因為 我那時候好像準備要 我那時候要離職的時候 差不多住了一年多要離職的時候 好像 那一段時間前後 Bagel就沒有了 所以這差不多也 我那時候20歲吧 我快快應該 應該有10年了嗎 等一下看 我20歲的時候 有10年了嗎 等一下有那麼久 Shit 我突然覺得年紀好像越大 好就是 大概應該是在我20多歲的時候 Bagel那時候就沒了 那當時 我有問 我記得我當時有問那個 店長為什麼 Bagel沒了 然後他好像 他的說法好像是說 這個利潤太低了 那所以就 因為利潤太低了 被移出這個菜單 那 最近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就有了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有 那主要是我上次在玩 那個 開台玩薩爾達的時候 因為我最近都早上開台 大概9點到12點這個 時間點開台這樣子 差不多9點開 開到12點 然後 我在開薩爾達台的時候 有觀眾跟我說 他 那個 他是說他有點 麥當勞的Bagel 還是叫我點麥當勞的Bagel 我有點忘了 然後我就說 這麥當勞的Bagel 不是沒了嗎 然後他就說又有了 然後我就 WTF 這個Bagel居然復刻了 然後我昨天就 再次 因為我昨天 剛好早上要 弄工作就沒開台 所以早上起來就 很期待的點了麥當勞的早餐 夢回我大學時代 這個麥當勞的Bagel 真的還是很好吃 所以 如果你沒有吃過麥當勞的Bagel 拜託你吃一下好不好 雖然他利潤可能沒那麼高 但是讓他薄利多銷 讓他們知道這是我們點麥當勞的理由 請讓他好好保存下來 這個是 這個世界需要的東西之一 他讓麥當勞變得更美好 好啦 總之這次美工商麥當勞的Bagel 如果麥當勞可以的話 麻煩 工商一下 我們這邊很樂意接麥當勞的工商 或是任何食物產品 我們之前推薦過 李錦記的蠔油 推薦這個小模仿的 黑胡椒蒜頭 的香料 然後還有推薦過 花椰菜米 這次推薦麥當勞Bagel 其他食品公司 想要推廣你們的食物 也歡迎來召我們家業配 好啦 我們這些美工商時間就到了 接下來我想延伸討論一下 上次我們有聊到大嘻哈時代 我們就小聊一下就好 因為有些人是在跟我抱怨說 幹嘛大嘻哈聊太久了 不是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的宗旨是什麼 我們宗旨就是 這個節目 你不聽 你就可以省下一個小時 別的節目你不聽 這個股票買錯 少買一張股票 虧錢這不行 別的節目不聽 你不知道你的行作運勢 不聽我們節目 省下一個小時人生變得更美好 這就是一個如此沒有營養的節目 所以我聊什麼其實真的 沒有很重要啦 所以我通常都很隨興 挑一些我想講的題目 也不會太限制 我當下想講什麼 我通常就是 想延伸就延伸 覺得沒什麼好延伸的 可能就端在這 好那 大嘻哈時代 上次聊完之後 我說 我喜歡的幾個選手 阿夫啊 三小湯啊 然後他們在下一集 然後我那時候 上一集我還講到說就是我覺得 大嘻哈實在 淘汰人實在太慢了 然後他們下一集就選了一個 一對一battle的 形式 大家 輸的就被淘汰 然後淘汰掉了一半的人 原本四十幾個人 然後一次淘汰掉二十幾個 我就WTF 有沒有這個節目 太極端了吧 太極端了 前面 六十幾個人 然後一集淘汰四五個 一集淘汰四五個 所以還剩下 最後還剩下四十幾個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下一集 好我們看半 直接淘汰二十幾個 這到底是什麼 極端的做法 然後 我喜歡的選手 就都很剛好的 他們我覺得都表現的沒有不好 但他們就抽到一些 可能相性不太合的 或是真的太強的對手 然後他們 結果喜歡的選手就被淘汰了 我就覺得非常的 我覺得有一種你知道嗎 我當年玩槍彈辯駁的時候 我說我喜歡誰誰就會死 這件事情 他完全讓我想到強男辯駁 我覺得有一種好像有一個人在背後架著一台攝影機在看我 然後我只要講了什麼他馬上就會改寫劇本 講喜歡誰 然後下一個篇章他馬上死給我看 大嘻哈時代也是同樣的道理 阿夫 下去 深小湯 下去 我直接瘋了 不過還好喔 他最後有 復活的機制 他最後還是有復活幾個選手 至少阿夫有復活 我覺得我怎麼可以這麼會他媽 我怎麼可以這麼戴賽 好啦大嘻哈時代目前看一下 我覺得算是有建築家境 我覺得越來越好看 我覺得這個節目 真的有給我一種 幹他們絕對沒有寫劇本 因為他們他們的對戰組合我只能說 好看歸好看但他媽超級爛 就是 可能這個選手是80分的選手 然後他被85分的選手PK掉 然後其他60分的選手 被65分的選手PK掉 所以活下來的是85分的跟65分的 然後那個80分的跟60分的被淘汰 但是說真的強的不是應該留下來嗎 那個80分的 李當應該是 可以比那個65分的應該要 繼續晉級到下一集才對 好啦不過比賽這種東西喔 本來就多少有一點 這種運氣成分在啦 就是你有沒有在很前面遇到很強的對手 或是這個大家的眼中釘 這個超強的 這個非常有冠軍項的這個對手 會不會因為一次落賽 就是不小心就下去 然後結果你意外的沒有在前面碰到他 然後意外的打到冠軍 這個也是 不能說沒有可能啦 所以 好啦這個 這個節目這樣看起來真的是 滿real的 PK掉一些應該要留下來的選手 我真的覺得超好笑 接下來要來分享一下 最近玩的遊戲 首先先聊這個 薩爾達 玉天之劍 等一下我們今天應該是 新聞環節啦 但我最近剛好 想聊的一個新聞我覺得 他有點太硬了 所以我覺得他不適合當一個 潛聊的新聞來講 所以暫時先不聊 主要就是上次有人跟我提過 可以聊這個 蝙蝠俠的漫畫編劇 點出日本漫畫完全碾壓 美漫 然後美漫 過於政治正確這件事情 上次有人想叫我聊這個 那其實我自己也算是想聊 但我覺得這個題目 他稍微比較硬一點 我覺得不太適合當新聞來聊 所以我就先 暫時先pass這個新聞 所以今天就聊一些 我最近 新嘗試的一些東西 也是一些比較新的消息啦 好啦 玉天之劍 7月16才出的 這個應該不過分啦 算夠新了吧 玉天之劍他其實就是 2011年還是2010 我很忘了 反正在Wii當時出的薩爾達的 一款遊戲 那 其實薩爾達本質上一直都是一個 動作解謎遊戲 那 礦野之習的出現 讓很多人 去嘗試薩爾達這個IP 但其實礦野之習 算是一個 相對有點跳脫薩爾達原本框架的遊戲 所以我 我其實算是 小時候玩了一些薩爾達的遊戲 然後長大又玩了礦野之習 所以我算是 玩了桃玩了尾 但沒有玩中間 那時候我現在是逆著回去玩 像我玩了知夢島 然後又現在玩玉天之劍 都是他們的一些重製 HD版這樣子 那 其實會 老實說我並沒有到很喜歡 包含知夢島跟玉天之劍 我都沒有到 都沒有到這個機制非常喜歡 因為其實老實說 我是一個非常討厭玩解謎遊戲 或是轉租遊戲 硬度遊戲 之類的 Candy Crash之類的 只要是意志解謎的遊戲 我其實通常都不太喜歡 推理 還不錯 推理覺得蠻好玩的 但是意志解謎又是另一回事 但 總之我不太喜歡這類型的 那薩爾達本質之上 其實是偏向一隻解謎遊戲 動作成分 是他的一部分 但不是最重心的 那 玉天之劍 這一代的特色 就是他要用體感遊玩 那當時 Wii就是你可以拿著他的那一根 然後在那邊回來回去 回來回去 你就可以當劍 這一點其實是 我覺得這蠻創新的一個 玩法 就是你 你應該有看過那個VR 可以玩一個 光劍的節奏遊戲 那你要 做一些 揮砍的動作 那其實薩爾達的 這個玉天之劍 有一點點類似 你要拿那根 Wii的搖桿 當劍 那你的上下 你從上往下砍 他就會從上往下砍 你從斜上 右斜上 往左斜下砍 他會做出一模一樣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很中二的 讓林克照著你的搖桿 的形式去揮砍 你就有一種 我真的就是 林克 我跟林克 Link了 你可以在那邊 控制他回鍵這樣子 這個機制 我覺得是好玩的 但 這個沉野體感 敗野體感 就是 體感遊戲說真的到目前都還沒有做得這麼的完善 並不到盡善盡美 這個未來也許啦 可能你有穿戴式的裝置 更可以讓你的 動態更全面 3D捕捉 之類的 像很多拍電影都用到3D捕捉 但那些都還非常的昂貴 他可能還沒有辦法 做到說很輕鬆的讓每個人都擁有 然後在家裡 當 電視遊樂器遊玩這樣子 在達到那個未來之前 現在你拿拿搖桿 用用攝影機的體感 他都是有缺陷的 那一天之見在這方面真的是 我必須說啊 這遊戲玩到 有點快中風了 你會覺得你自己很笨 你知道嗎 我們都已經玩遊戲 從幼稚園玩到現在30歲的人了 玩了這快30年的遊戲的人了 然後控制一個 林克做一些很基本的 跳過這個地方 拿起炸彈往前丟 你用 屁眼想都覺得很 輕鬆的小事情 但因為體感 你 你覺得你自己像個白癡 真的是玩到中風 但 就是說沉野是這個體感啊 當你越來越熟練 你開始有一種 我是這個 Sword Master 這個劍術大師的這個feel 就越來越有了 甚至 還不小心衍生出了一個很中二的動作 因為 他的劍翹在後面 他要打完之後 他就往 背後收劍 就像他媽的統人一樣 然後 因為你在玩了之後 你知道你怎麼揮劍 劍就會跟著你怎麼揮 所以我當時就是有一種 要收劍的 直覺是 把劍往後方 所以我這邊砍砍砍砍砍砍 然後好 怪打死了 然後我就把我的 Joy-Con搖桿 往我的背插一下 就有一種 我在收劍的感覺 然後突然想 不對啊 收劍是按B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款遊戲真的會讓人變得越來越中二 我覺得這是好的啦 我覺得他是 這樣是好的一個點 因為我必須說 我覺得這個遊戲讓我 最帶入的一個點 並不只是單純在回劍 而是我在劇情中 有一些動作 你還是要 你也是要用 這個搖桿 代替劍來做動作 像是 我覺得我當下被 最被投入在這個遊戲的一個點是 你要拔起這把 我忘記他叫什麼劍 在其他遊戲應該是叫大獅之劍 這把好像不太一樣 反正你要拔出這把劍的時候 你要把Joy-Con的搖桿反過來 像是插在地板上的動作一樣 然後接下來你再 就跟拔劍 一模一樣的動作 往上把他拔起來 然後劇中的林克 就會做一模一樣的動作 你就有一種 我靠 我真的 I am chosen one 然後接下來他就叫你把劍舉天 然後再 聚氣 然後往前揮砍這樣子 哇 這一連串的這個下來 我整個都帶入這個遊戲了 在當年喔 這款遊戲 獲得了 好像是法米空 評價 他是第16款 獲得滿分40分的遊戲 那法米空目前好像 有三款薩爾達的遊戲都是滿分的 那 《御天之劍》是其中一款 但我必須說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 我真的覺得《御天之劍》 應該是沒有辦法到 沒有辦法到滿分啦 我看他後來 好像是那個叫什麼 Metacradia 還是叫什麼 另一個評分網站 他好像是評8點多分 我覺得8點多分還行 10分應該 9分應該都過不了 9分都應該過不了 那當然啦 以這種長遠眼光來看 有些遊戲當然是 過了這個時間點 就不行了 因為他可能是當下這個時代的 技術的 技術力的展示 那種技術力展示的作品 通常過了年代 就會有一點 就會明顯過時啦 所以我覺得《御天之劍》算 算是因為 時代眼鏡而 降低評價 並不是因為遊戲本質的問題 那他遊戲本身就還是保持著煞的啊 原汁原味啊 解謎 然後加強了一點動作戰鬥 但我覺得稍微可惜的一點是 戰鬥我覺得應該再多加一點 這種跟玩家對刀的感覺 因為他其實裡面有個大boss是拿劍的 他一開始會先跟你小打小鬧一下 你就可以拿劍跟他挑 我覺得拿劍跟他 就是對方也拿劍 然後我也拿劍 我跟他在那邊劍對砍 然後用盾牌 擋他的攻擊的時候 這段是我覺得玩起來最好玩的一段 你就真的有一種在跟人家刀劍對決的 那只是可惜就是這樣的對戰 目前玩起來也蠻少的 我不知道後續還沒有 因為我還沒玩完 我目前大概玩了接近一半吧 接近一半 所以我不確定到底 後續到底還有沒有 如果有多一點這樣的對戰 我是會蠻開心的 好啦 那薩爾達玉天之劍就聊到這邊 那下一款呢 也是老任家的 不過他聯手了另一位 大家害怕的朋友 騰訊 出了另一款遊戲叫做 寶可夢大集結 Pokemon Unite 那這一款呢 簡單來講 他是 大家都說他是寶可夢的英雄聯盟 寶可夢的low 但實質上呢 身為一個鷹霸老粉 他實際上 是寶可夢鷹霸才對 鷹霸才是這個遊戲最正確的解釋 暴取鷹霸是一個 因為過於團隊而沒落的遊戲 我必須說我蠻喜歡的 寶可夢大集結 他跟 他為什麼是鷹霸不是low呢 主要是因為他的 玩法並不是 小兵會到線上 然後你要吃兵 然後買裝備這樣子 他比較像暴取鷹霸 暴取鷹霸都是有很多的地圖機制 那你主要是要去處理那些地圖機制 搶分 來獲勝 你打死對手 但你並不 並不一定要 推掉主堡 他可能是用不同的形勢 去得分然後獲勝這樣子 那 一般的魔法遊戲 像英雄聯盟 多數都是退掉敵人的主堡 為主要目標 那 大集結是你會打場上的野怪 然後打完野怪之後 你可以拿這些 野怪的分數 他會變成一顆一顆球 然後你可以拿這些球去敵方的 球門 然後投籃得分 這樣子 他的形式比較像這樣 然後最後 10分鐘之後 會結算分數 然後分數高的那一方獲勝 那所以他是10分鐘 就一定會結束的遊戲 因為他是用10分鐘來結算你的分數這樣子 這樣的遊戲 你用Low的概念去打 會有一點落差 我覺得用暴雪銀霸的 觀念就是完全合的 還有另一點就是 他跟銀霸一樣 他裡面沒有裝備 他是有 類似LL的 天賦系統 但他沒有 然後在遊戲中你可以 打一打 賺點錢 然後買一個 買一個裝 來強化角色 他是 升級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例如說你升級到 4級 可能可以點 有兩招技能給你選 2選1 6級 再給你選一個技能 2選1 你聽完這個有沒有 如果你玩過暴雪銀霸 你就知道 這他媽就是暴雪銀霸 但我覺得他有 把一個點 甚至暴雪最被大家 詬病的一個點 拔掉 就是這個等級經驗值均分系統 暴雪銀霸是 不論你這個人 是待在家裡永遠不出門 還是 你在線上殺了多少敵人 你們全隊的等級都是一樣的 不會有人高 不會有人低 那 這樣的好處是他可以創造出一些比較特別的角色 那缺陷就是這個遊戲過於團隊了 說真的要 一個遊戲 一個競技遊戲 他必須要有充足的 這個 觀看人口 充足的觀看人口 就需要大量的休閒玩家 你把遊戲做得過於團隊 那 過於團隊 雖然他在競技上 會是精彩的 但是他在遊玩上 就不會是美好的 我必須要說 暴雪銀霸 就是因為這一點 讓人很勸退 你沒有抽到 好朋友 五個人一起玩 然後可以 只會溝通的人 你玩起來真的是 很痛苦 我說真的是非常痛苦 寶可夢大集結 把這一點 算是維持了一半 因為你的 你的隊友在戰鬥的時候 你全場你還是會拿到一些經驗值 但是你主要 你有自己親自去打怪 你拿到的經驗值會更多 所以算是把這個點 平衡了一點點 所以你的等級 可能會比你的隊友高 然後甚至比敵人高 那他主要就是用這個 等叉可以滾出優勢 這樣子 那 這款遊戲 我目前玩下來 我自己覺得是好玩的 他在 6月底 應該是7月初的時候吧 那個時候有做過三天的封測 好像6月底 6月底的時候 做過三天的封測 那三天我真的是打風了 每天 打好幾個小時 真的是覺得蠻好玩的 因為我 我跟我說真的 鷹霸就是我心中 最軟的那一塊 暴雪鷹霸是我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在暴雪爛掉之前 我是非常喜愛暴雪的 然後把暴雪的角色全部集合在一起 做一個大亂鬥 MOTHERFUCKER 這實在是太對我胃口了 然後加上我其實覺得 雖然我剛剛 說了這個遊戲過於禁忌 但我真的覺得他很好玩 我覺得他比 我覺得他的玩法比LOW好玩啦 但他容不下休閒玩家 這是他最大的問題 然後 所以因為我很喜歡暴雪鷹霸 我喜歡他的遊玩機制 喜歡這個IP 那所以 當這個遊玩機制 跑到別的遊戲上 然後這個IP 又是我喜歡的IP的時候 好像該對的東西就對了 所以我目前玩下來也是玩得非常爽 不過我必須要說 寶可夢 目前玩下來 他 我感覺深度好像 可能有一點點不夠 好像玩起來有一點容易膩 暴雪鷹霸他很多的地圖 所以 變化性很大 應該說機制 不同的機制 他每一張圖在玩的機制都是不同的 你可能是 你要在中間 打爆對方的一隻巨大的怪獸 誰先打爆 那隻巨大的怪獸 就會去攻擊對方的主爆 然後你們要搶這個機制 然後或是 也有一些是 像寶可夢這樣投籃 計分的機制 簡單來講 寶可夢這個機制 就是暴雪鷹霸的一張圖 叫諸厚之木 你要在地圖上收集一些寶石 把寶石交到某一個點 乾媽一模一樣 然後 因為他有不同張圖 不同的機制 玩起來我覺得 變化性新鮮感 都會再大一點 那寶可夢目前只有 主打的玩法 只有一種 他有小地圖 小型的地圖 四人圖 三人圖 五人圖 但玩起來是大同小異 他的機制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稍微 讓我覺得 逆得有一點點快 我覺得稍微有點可惜 但目前我覺得他很多的 想法設置都是好的 例如說 就沒有 太複雜的 前期要買裝備 然後或者是 10分鐘就可以結束的機制 然後他這個遊戲的八龍 就是閃電鳥 那 閃電鳥也有非常強大的逆轉性 所以 你也不是說你被打敗 你前期逆風 你就完全沒有反敗的可能 我覺得他這一點真的是 有向暴雪 因為暴雪鷹霸的醍醐味就是 這個遊戲有機會翻盤 因為這個遊戲最大的落差就是 對方的等級 你跟對方的等級 但是你們的等級都有上限 暴雪鷹霸最高就是20 等一下 我突然忘記暴雪鷹霸最高有沒有21了 還能再上去嗎 我太久沒完了 好啦 反正20差不多就不會再上了 再上也遊戲要結束了 然後寶可夢 差不多就是15 那你很難打到15啦 所以你們雙方的 落差 戰力落差 是會有直線在的 你再上去你們基本上是已經沒有落差了 但是 LL 你可以搞到全場滿裝這件事情 的話 就可以拉出一個很大的落差在 當然這是 一個 英雄聯盟的 比較 菜雞新手的一個思維啦 也許 高端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那我只是講我這個 菜雞的思維 所以我覺得 英霸的好處就是 你跟對方的落差 會有一個直線在 當過了一段時間 你們這個落差就可以迷平 那後續 後期 你們就有機會可以反敗為勝 那我覺得反敗為勝的機制 是在遊戲中必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反敗為勝的機制的話 很容易讓人打到後期 就覺得 我打到一半好了 我可以投降了之類的 那或者是 大家就覺得沒有鬥志了 反正我 被滾成這樣 我一定輸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有閃電鳥這個 機制 他是一個 比巴龍還要毒的東西 他可能吃下去是全場逆轉 你優勢會不小心 給對方吃到 直接被翻過來 然後你 所以優勢是 不要亂吃閃電鳥 我被翻盤過好多次 總之我覺得這個機制也是好的 然後還有就是 他為了要再增加一點 變化性 他把LL的天賦系統 簡單來講以前的符文系統 他應該算是把符文系統搬進來 那我覺得這個點 既符合寶可夢 可以帶道具這個設置 那也 也有這個 增加一個角色的變化深度 的效果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還算不錯 還算不錯 那只是呢 今天剛好看到一篇文 剛好可以做一個 延伸討論 因為這個道具 他其實是可以升級的 那其實這個升級 你可能是要常常花時間 在打他的券 等等的 那他這個人他有算出來 如果你要 因為這個券 他並不是說你只要打就有 他是比較偏向活動給的 所以他並沒有像LL一樣 你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你就一定會 穩定的拿到錢 然後 把這個資源堆起來 然後 就一定可以買到這些符文這樣子 那 因為他是給券 所以如果今天都沒有活動 你活動全部打完了 你就再也打不到券 你就再也沒辦法升級你的裝備 然後 當然 課金一定是可以買得到的嘛 所以 就有人在討論說這個遊戲是不是 pay to win的遊戲呢 那 這篇文章 其實主要是說 他有計算出 裝備的落差在 但我個人 因為我目前還沒有玩到 很深 畢竟遊戲才剛出 第二天而已 所以我們還不能確定說 你把裝備強化到 最極限的時候 這個落差到底有多大 以我目前觀察下來 我覺得沒有到真的很大 我覺得 如果今天 今天你是一個金牌仔 你對待一個可能鑽石 鑽石牌位的玩家 你還是會被 你就算滿雙對方 裝備就 哩哩啦啦的 你大概還是會被他打爆 我覺得這個落差還是有點難以 難以彌補到這種落差啦 我覺得他的落差應該還是在說 你們雙方是平等的狀態下 如果你有 如果對方有 你沒有 那你就會輸 我覺得是比較到這種 狀況 那 我是覺得 這個東西沒有 還沒辦法到 你只要堆起來就 就有機會獲勝 的一個狀況 那他主要是說 這個 東西 如果你今天要堆滿三個 就是裝備是滿的道具 大概要克 8500多日幣 才能堆滿三個道具 那這個遊戲的道具大概20幾個吧 但其實通常常用的大概會是固定幾個 所以通常也不會堆滿全部 8000多日幣就可以 Pay to win 好像又還好 因為我們一般想到Pay to win 都是 你要花個好幾個萬吧 應該要花個幾個萬才 才能Pay to win 8000日幣可以Pay to win 聽起來還算一個 好像 就是以我們現在 就是你有點年紀的人在玩這個遊戲 好像會覺得還OK 那其實這篇文啊 蠻多人在聊 這個Pay to win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5000 因為如果你前面有在玩的話 你一定不會要付 整額的8000多日元 你可能 花的錢可能變少 你可能變4000多日元 那如果變成45000日元好了 這個數字以一款遊戲下來說 好像又是一個 可以接受的數字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自己覺得 這樣叫Pay to win嗎 但他也有講一個點 就是 今天你要付費才能 獲得 就算是 Pay to win 那這一點好像又沒有辦法返讀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 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探討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 看一下這一篇文的討論 因為我覺得這一件事情沒有一定的 沒有一定的標準在 那其實以我自己的感覺 這種遊戲 多少都會有這種 需要堆的機制 但 我自己感覺下 也是覺得寶可夢這個要堆的有點太多了 如果他可以像 其實我真的忘記當時 Lo的符文 到底要花多久去堆 至少當時的體感 我是覺得沒有到 很久 但或許是那個年代 你知道我很年輕 每天都可以玩10個小時的電動都不會累 所以 可能那個時候覺得這個東西很快就堆出來了 但也許以我現在的 感受來說也許會覺得非常的久 那這樣到 可能我覺得這個 對我來說可能稍微就有一點點 Pedrywood的味道 但是我又覺得說 這個東西只要持續的 有在慢慢玩 他就可以堆滿的話 因為我相信 這個券 他一定會一直開活動讓你拿 他不可能說 我們這個券發放完 這輩子再也沒有了 Always No 我覺得 我相信不可能 我相信不可能 你不要說他是騰訊做的 就有可能 他營運是任天堂 順帶一提 就是 很多人在批評 就是這款騰訊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有去查 因為我出生 我沒什麼 沒什麼接觸過騰訊的 遊戲比較少 比較少 那所以 英雄聯盟是騰訊的遊戲 沒錯啦 所以我不太知道 騰訊的問題 主要問題到底在哪裡 是遊戲做得不好 還是怎麼樣 那我稍微查一下 大部分的批評比較偏向營運面 就是可能逼你課金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款騰訊是偏製作面 而不是營運 那營運是任天堂 我覺得可能會好一點 這個問題 當然我不敢保證 只是我自己感覺上 如果這款是任天堂 營運的話 應該可以少一點這種問題 所以我在想搞不好他 任天堂 聽說 那個失落龍絆好像是蠻佛心的啦 所以我在想 這款會不會之後 也變得 比較佛心一點 送的券變得比較多 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是慢慢大家 都可以打完了 我覺得 對我來說算是一個 可以接受的東西 但我自己其實 還是會更希望他可以 像Lowder的天賦系統 就是大家都可以 直接點完 也不用在那邊花錢買 好啦 但是他 以他的遊戲 賺錢的機制來說 你如果想要買 Skin的話 你可能就要花錢 因為他這個 券 他同時可以買 升級道具的素材 也可以買 時裝 所以你就在時裝跟升級道具 抉擇一 你可以懶趴捏著 不要買時裝 但如果你真的玩到很有愛 通常啦 一個遊戲 有個幾件時裝 算合情合理吧 所以 我覺得他這樣的機制 也還是有 一點點 平衡他的 就是收費形式啦 所以我個人 目前看來 還算是覺得 這個機制 我覺得還算可以接受 好啦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試玩看看這個 寶可夢大幾集 他目前 在Switch版已經正式推出了 9月他會上手機版 那聽說是可以互通的啦 聽說是可以互通的 只是詳細我還不確定 所以就到時候再看 接下來 我們再來聊一個 也是最近一個 這個很新嗎 我有點忘記 他到底什麼時候上 什麼時候上映 好像也是上個月的事情 好啦 以我們 節目標準 這個可以算新啦 就是惡靈古堡 無盡暗黑 那他是一個在Netflix上的 一個惡靈古堡影集 那我直接講結論 不要浪費時間看 其實惡靈古堡做的 電影喔 我其實都還蠻喜歡的 我不是說 蜜拉喬花圍棋演的那一部 那個系列 我大概第2集之後 第3集看完 我直接放棄了 但是 他的 CG動畫的電影 我覺得其實蠻好看的 但是你也不要帶著一個 怎麼說 惡靈古堡他後面已經變成一個 從恐怖解謎變成 這個 輕微恐怖破關的遊戲 到7代有在回歸恐怖解謎啦 但是他主要在 456代的時候變成一個 動作冒險遊戲 那所以 惡靈古堡的CG電影的主角都是 這幾代為主的主角 就是 李昂 然後Chris 這樣子 那他們都是一些超人類 說他們超人類應該不為過吧 他們的格鬥技巧都可以直接暴打殭屍這樣子 所以這些CG電影呢 你主要是看 李昂啊 Chris他們在瘋狂的耍帥這樣子 那我當時有去看 其中一部電影我有去電影院看 好像叫血仇吧 那血仇就是 Chris跟李昂都是雙主角這樣子 那一片我覺得 真的好適合在電影院看 李昂他就拿一個小槍 然後在殭屍群裡面 然後就 短短的在那邊射人 然後就很像John Wick 很像基努力為演那一部叫什麼 John Wick 對就叫John Wick 但他的電影名稱我又忘了 反正 李昂的形式就很像那樣 然後Chris就是一個美國大兵 機關槍 然後很暴力的體術暴打殭屍這樣子 一整個爽到一個不行 然後飛車追逐啊 等等 該有的都有 我覺得以當爽片的角度來看 這個惡靈古堡系列啊 我是非常非常的推薦 可以去看一下 尤其是我覺得惡靈古堡這細節真的是時間很長久了 所以你對一些角色你都會有一點點 就是 角色情懷在嗎 我覺得多少是有一些的 雖然其實我只有玩一代跟二代而已 三代有沒有玩完 三代我好像沒玩完 我連四代之後就沒碰過了 那 所以我對那個Chris 然後還有吉爾 然後還有 他們其中有一個角色 好像是Rebecca 他也是一代的一個角色 然後他寫抽裡面也有出來 所以就對這些角色特別有情懷 所以看到 這些角色登場的時候就覺得 好棒這樣子 所以 惡靈古堡的 藉著 常年 這個IP的 營運喔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蠻成功的 就算我這個 我不敢說自己是惡靈古堡粉絲 但 常年 至少接觸過初代 然後到現在多少會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Chris他們後來發生什麼事 所以也都會上網看一下wiki 看一下一些資料說 他們後續發生劇情什麼的 所以對角色都還是 有一些情感在 所以看他們的電影就覺得 哇特別聳 覺得很秀這樣子 那惡靈古堡無盡暗黑的問題呢 就是 他實在是 動作場面做得太無聊了 這最大的問題 因為惡靈古堡 終究是一部爽片 他 你講什麼 這個生物危機啊 吧吧吧吧的 陰謀啊 吧吧吧的 幹惡靈古堡的陰謀 都真的超級無聊的 多數啦 多數都真的蠻無聊的 那無盡暗黑的 陰謀也是就是蠻標準的 政府 有什麼秘密啊 趁帶一提 這一部應該蠻辱華的啦 他一直在說 中國 是不是想要釋放殭屍病毒 之類的 他一開始的主軸是這樣 他們在懷疑中國 政府 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一部應該是辱華了吧 然後 然後發生了一連串 然後解開這個陰謀 然後 李洋就去處理 然後把大怪打爆 大致上 Always這個流程 但Always這個流程 為什麼我每一次都還是會想看 就是因為 他動作場面做得很帥啊 但無盡暗黑就有一種 有一種用了好幾年前 應該是經費不足的感覺 然後或者是說 沒有這麼充足的製作時間之類的 然後他時間點好像是在五代前後 還是六代前後吧 時間點不是最後的 所以 整體看起來我覺得他完全失去 完全沒有把惡靈古堡 CG電影的 核心 給放進來 就是一部有著惡靈古堡 無聊陰謀論 然後 還有這個 李洋超人體質的 這個 有點無聊的一部電影 他是影集啦 但是他其實是把4集 24分鐘的影片一起放出來 那他其實拼起來也就是 80分鐘 他其實就是一部電影長度而已 沒必要說是影集 好啦他算是影集 但又不是影集的一部片這樣子 我覺得他其實也沒有照著影集的思維在做 他其實就是一部電影 一部短片電影啦 好啦總之這個惡靈古堡無盡暗黑 千萬不要看浪費人生 對了順便推薦一部 我最近覺得還蠻好看的一個Netflix的節目 叫做我的百萬菜單 最近剛看完 他這個節目是 他們節目會請到 三組 目前可能是街頭小吃啊 之類的一些 比較有名的街頭小吃的店家 然後 他們可能就是想要 開一間實體店 然後從街頭小吃變成實體店 然後或者是他們可能是 一些餐車啊之類的 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他們會讓他們去 媒合 幾位三四個投資人 然後這些投資人就會去試吃他們的料理 然後 他們會從這三組中 選其中一組 然後去英國曼特斯特那邊 試營運一間店面 這樣子 就是把他們的店 開出來 那他們會幫他租一個場地啊 然後弄成他們的店面 讓他們在那邊 試營運兩天 餐廳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那個團隊進駐之後 他們會 第一天是 半假的晚餐 然後 這些投資者 都會去試吃 看看他們的品質有沒有維持著 跟 第一次試吃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的水準 然後甚至看一下他們 如果實際開餐廳 他們 他們的料理 hold不hold得住這麼多人 然後還有看一下 顧客的反應啊 還有他們 這個能不能控制住 外廠加內廠 這樣子 因為你如果是 經營小吃攤的話 你可能 就比較沒有這麼多 外廠的問題等等的 接下來 第二天呢 他們會 早上他們要先跟這些 投資人 開會 這些投資人會 點出他們的一些問題 然後跟他們討論一些 營運啊 財務啊 的問題 然後還有就是 你們要怎麼獲利啊 等等 那投資人可能會從這些點來判斷說 他們對於數字有沒有想法 然後或者是說他們對於這個整個餐廳有沒有野心 那 就是做比較多 關於正式開餐廳來討論 然後最後一個階段就算是 再一次把一些缺點修正 就是他們第一天可能會有些問題 然後投資人也會點出一些問題 他們修正完之後 第二天 會開一次 全假的午餐 就一般價格的午餐 就之前是半價嘛 這次是 正常價格 然後這個午餐結束之後 他們最後 投資人就會決定要不要投資這間店 可能有些投資人到晚餐的時候 就前一天的時候就覺得 這間店我覺得好像不太行 我就撤 我就不投資了 然後所以他們可能會陸續的 有一些人就 直接離開 然後最後一個階段就是看 剩下幾個投資人 願意來投資他們 然後最後可能 有時候會剩下一到兩位 然後最後有趣的是 這些投資人原本都是一起 在討論這間餐廳 但在最後一個階段呢 他們又會變成 這個競爭者 A跟B都要投資這間餐廳的話 那他們兩個就要想辦法提出 比對方更有誘因的這個合作案 給這間餐廳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們就從原本的一起討論 變成互相競爭的關係這樣 那如果表現得都不錯 可能就會有兩三個人留下來 然後告訴這間餐廳說 我想要怎麼投資你 投資你多少錢 然後你可以在那邊開餐廳 這樣子 然後最後他們就會選出要跟誰合作 開餐廳這樣子 當然也蠻 原本都蠻多次 大概也有一兩次 就是一個人都不想投資 沒有半個人想要投資這間餐廳的 也是有這種狀況 但是我覺得這個節目很棒就是 你不只是看美食 因為我其實蠻喜歡在吃飯的時候看一些 做菜的節目之類的 那這節目蠻好玩的一個點是 他是比較以投資營運的角度在看餐廳這件事情 所以這些投資人 他們多數都是什麼 連鎖餐廳的老闆 然後 投資過很多餐廳的這個 投資客 然後甚至還有什麼 達美樂的CEO 這種超屌的人都出現在這個節目裡 然後他們投資一間餐廳可能就是 那個50歐元多少 50萬歐元 50萬歐元 幾千萬台幣 下去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很多的 商業考量在裡面會提到 我就覺得 這其實是一個蠻有趣的 因為有時候你吃飯就覺得餐廳不就服務好 菜做的好就好了 但其實這些 投資人會提出很多就是 這個餐廳這樣可能 沒有辦法 回收獲利啊 之類的 他們會提出很多的 不能看法來考驗這些餐廳 這樣子 我覺得可以看到蠻多在經營上的 平常我們過往看不到的一些面向 那我自己是蠻喜歡看這種東西的 然後還有就是 他的節奏很棒 因為像我剛 講下來 其實你感覺到他是一段一段的 所以你不會說 這段有點無聊 就覺得好悶了 關掉 因為他一段就是你覺得這段沒那麼好看 他一下就演完了 他大概10分鐘就換一個 換一part 所以你怕大家就看10分鐘看10分鐘 這缺點就是 比較精彩的地方看得不過癮 但好處就是節奏非常的快很爽 一下就看完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是 常常一天吃飯明明就吃完飯了 好了再看一集 就看了兩個小時 總之就額外推薦這個 我的百萬菜單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推薦一下 要看我的百萬菜單 他的第一季叫做百萬菜單 我覺得第一季比較不好看 他第一季的賽制有點不一樣啦 我覺得他第二季真的是改良蠻多 蠻有想法的 真的是有把這個節目改得好看 第一季真的偏無聊 不是很推薦大家看 但第二季叫我的百萬菜單 可以去看一下 好啦 以上呢 是本週的這個 其實我們也沒講到什麼新聞 其實這一週有幾個新聞啦 但是我剛好 沒有到很想 講這件事情 就覺得 我跟我有點 有點 不算是我的領域 然後或者是 我覺得我也講不出個所以然 我只是知道一些八卦 我覺得也沒什麼好聊的 所以我覺得就 這種 這種事情我覺得就 就pass 所以 這一週 的不算新聞的 節目 我們就聊到這邊 大家記得就是 我們的podcast 現在轉到副頻道 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 好啦不然你訂閱我的facebook好了 因為我副頻道 不一定有你想看的東西 你可以訂閱我的facebook 我都會分享在我的facebook上 然後 或者是你可以 這個 訂商案 或者是訂 Apple podcast 也直接用手機聽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推薦的 好啦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 那我們 預計應該會盡量維持著 原本說的二股 更新 吧 下期再見 掰掰